今天是世界關注長者受虐日 有大溫的華人團體聯同移民服務機構 透過短劇製作 呼籲公眾關注長者在疫情下面對的受虐問題 特別是財政剝削 華人社區響應網絡聯同Mosaic 模式移民服務社的一群長者和義工製作微電影廣播劇 希望社會關注長者在疫情下面對財務受虐待的情況 希望可以增加長者對財務剝削 或者是決定去做一些聯名戶口 或者其他轉房屋給子女的後果 所以我們希望提供這個資源 讓大家可以更加了解現況是怎樣 華人社區響應網絡製作兩部短劇 《家醜不愛揚》和《兩力而為》 藉著故事反映長者 抱著過時和偏差的心態 有得子女干擾個人的財務 結果要獨力承擔後果 而被施長者服務及長期護理議會秘書艾美寶就表示 長者在疫情期間面對孤立的情況 掩蓋虐待案件的情況更嚴重 呼籲所有省民關注長者虐待問題 採取行動通過防止虐待發生以保障長者生活質量 另一方面 聯邦政府就長者受虐的聯邦政策定義開始諮詢的工作 該定義能支持未來更多預防的計劃 諮詢工作將在網上進行至7月22日